现在不养生,老了养医生,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,老人早上几点起床,最健康呢? 不是五点也不是七点,看完吓了一大跳,老年人越早知道身体越好。 大家一起来听。 任先生,五十一岁,听邻居说早点起床对健康好,于是每天早上五点起床,但是改变起床习惯后,每天都感觉睡眠不足,早上起床后都是昏昏沉沉的。 家人了解后都劝他改变起床习惯,建议睡到八九点再起床,他不知道应该如何做,决定去咨询一下医生,同时进行相关检查。 来到医院后,我们了解了他的就医需求,对他进行问诊。 我们向任先生进行提问,我们来了解一下您的日常习惯和身体状况,您通常几点入睡,睡眠质量如何,有没有慢性疾病或者身体不适。 任先生,我大约在晚上十点上床,早上五点起床,睡眠还算稳定,但有时候会起夜,最近一段时间,总感觉睡眠不足。 我没有严重的疾病,就是偶尔觉得关节酸痛。 了解了任先生的生活习惯,我们对他进行体格检查来看,血压、心率和体重都在正常范围内,但是考虑到他的关节问题,我们需要监测骨密度和关节磨损情况。 骨密度测试显示有轻微的骨质疏松迹象,随后进行睡眠监测。 睡眠研究显示两小时深度睡眠周期可能偏短,可能导致早晨起床后感觉疲劳。 通过体格检查和睡眠检查,我们进行健康指导。 对于50岁以上的成年人,理想的起床时间并不是固定的5点或8点,而是取决于个体差异和身体需求。 一般来说,充足的7至9小时睡眠更为重要。 如果我们的睡眠质量良好,早上感到精力充沛,那么6点到7点起床可能是适合。 考虑道任先生关节问题,避免过早起床可能有助于减少关节压力。 建议可以尝试调整作息,比如保证每天至少7小时的高质量睡眠,观察一段时间后看是否能改善整体经历,同时加强关节保健,试度运动和补充钙质。 如果关节疼痛持续或加重,应进一步就医检查。 健康起床时间是一个个人化的过程,需要结合个人的身体状况、生活习惯和工作需求来调整。 但对于老年人来说,一个稳定的作息更有利于身体健康,因此我们可以选择最佳的起床时间,以此来提高睡眠质量。 下面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。 一、早上几点起床最健康? 不是五点也不是八点。 五点过早反而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,实际上过早起床可能比熬夜更加伤身。 在2019年,哈佛大学曾经展开过一项研究,选取了52名体格健康的年轻人作为试验者,将他们分为两组。 在同样睡眠时间的情况下,早睡的试验者会有更多孤独和忧虑的负面情绪。 而且,后半夜是我们快速动眼睡眠期,如果在这个时段起床会导致突然中断睡眠,此时机体会产生一定惰性。 这类人群可能会出现头部发胀,头痛昏沉,对于老年人来说,可能会出现认知功能下降或意识混乱。 许多老年人普遍起床较早,这种情况反而不利于健康。 五点起床并不是最佳的起床时间。 八点起床对我们来说也不是最健康的时间,最佳的起床时间是六至七点。 这一数据是由我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发布,在2022年完成长达十年的国人睡眠调查情况。 通过此次调查,科学家发现保持充足睡眠的情况下,六至七点起床能够使精神状态饱满。 这一研究报告在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2发布,报告中也提出最佳的睡眠时间最好维持在七至八小时。 在保证最佳睡眠时间的情况下,我们选择最佳的起床时间,这样可以使睡眠质量达到最佳。 我们通过最佳的起床时间和最佳睡眠时长,可以推断出每天最佳的睡觉时间。 而且牛津大学研究团队研究发现,夜晚十点睡觉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,在半夜时睡觉反而会增加风险。 详细研究发现,晚上十点至十点五十九分之间入睡的人群风险最低,夜里十一点至十一点五十九分入睡风险升高12%,在半夜入睡的患者风险会升高25%,这一组数据详细说明最佳的睡觉时间在晚上十点至十点五十九分。 通过总结,早上最佳起床时间是六点到七点,最佳睡眠时长是七至八小时,最佳睡觉时间是十点至十点五十九分,这样能够有效提高睡眠质量,对身体有诸多好处。 尤其是对中老年人,下面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。 二、健康睡眠对中老年人有哪些益处? 一、有益于中老年人肠胃健康。 睡眠是身体进行修复与恢复的重要时期,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中老年人的消化系统调节功能,促进肠道健康。 在深度睡眠期间,肠道的蠕动会减慢,有助于营养物质的充分吸收,睡眠不足会影响肠道菌群平衡,导致肠胃问题。 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维持健康的肠道菌群,减少患上肠道疾病的风险。 而且睡眠不足会打乱体内激素平衡,影响食欲调控,增加进食量和对高热量食物的选择。 长期睡眠不足容易导致肥胖,而肥胖是引发许多肠胃问题的危险因素。 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可以帮助中老年人控制体重,减少肠胃问题的发生。 二、有利于中老年人增强免疫力。 免疫系统是人体的防御系统,负责保护身体免受各种病原微生物和有害物质的侵害。 睡眠与免疫系统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,充足的睡眠可以促进免疫细胞的生成,增加这些细胞的活跃度,增强免疫系统的抵抗能力。 特别是深层睡眠时期,身体会释放促进免疫系统活跃的激素,有助于抵御外界入侵。 睡眠不足会导致体内炎症反应增加,而慢性炎症是许多疾病发生的基础。 良好的睡眠有助于平衡身体内的炎症反应,减少慢性炎症的风险,提高免疫抵抗力。 睡眠是促进免疫调节因子平衡的重要时期,这些因子有助于协调免疫细胞的活动,保持免疫系统的平衡状态,避免过度活跃或不足导致的免疫问题。 睡眠还是身体自我修复和恢复的重要阶段,充足的睡眠可以帮助身体更有效地修复受损细胞和组织,增强自愈能力,有助于快速康复和抵御疾病。 三、有利于中老年人缓解焦虑。 睡眠不足或质量不佳会导致更容易产生焦虑。 而健康的睡眠可以帮助缓解焦虑情绪,提高心理健康水平。 充足的睡眠有助于平衡神经地质,减少焦虑引发的激素分泌,从而帮助降低焦虑水平,提升情绪稳定性。 健康的睡眠有助于大脑重塑神经连接,提高情绪调节能力和应对焦虑的能力,充足的睡眠能够使老年人保持更加平静和冷静的态度面对问题,减少焦虑情绪的发作。 老年人在睡眠中可以从一天的紧张忙碌中解脱,缓解身体和心理的紧张感,增强心理韧性和应对压力的能力,有助于减轻因压力引发的焦虑情绪。 四、有利于中老年人头脑健康。 我们在深度睡眠阶段,大脑会整理当天接受的信息,这一过程是对信息接收的巩固和加强。 因此对于中老年人来说,充足的睡眠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记忆和学习新知识,保持头脑灵活和思维敏捷。 中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需要进行一些重要的决策,只有在经过充分的休息后,大脑才能更好地处理信息,做出准确的决策,保持头脑清晰和敏锐。 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维持大脑神经元的健康和活跃性,减缓认知功能下降的速度,降低患老年痴呆症的风险。 对中老年人来说,保持健康的睡眠能够提升认知功能,减少认知问题的发生。 我们在最佳的时间起床和睡觉,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,有利于提高睡眠质量,除此之外,还有一些方法同样能够提高睡眠质量。 三、中老年人如何提高睡眠质量? 做好以下七点即可。 大量研究显示,当长期存在睡眠不足时,会成为健康的重大威胁因素,并增加患心脏代谢疾病和心理健康障碍的可能性。 因此,许多研究者提出了良好睡眠行为的建议,以优化人群的睡眠数量和质量。 一、中年人应注意咖啡因的摄入。 咖啡因是一种广泛存在于食品、补充剂和药物中的精神刺激剂。 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富含咖啡因的食物就是咖啡了。 咖啡文化在短短几年间已经成为一种生活、工作、会谈等场景的必备背景板。 也是很多中青年熬夜工作的续命汤。 咖啡因是一种现干节抗剂,被认为可以通过作用于睡眠、觉醒调节的稳态的成分用来快速降低睡眠压力。 这种成分可以刺激中枢神经系统,从而在主观上减少疲劳和失睡的感觉。 有研究量化了咖啡因摄入对随后夜间睡眠过程的不利影响。 具体来说,摄入咖啡因使总睡眠时间减少了45分钟,睡眠开始潜伏期增加了9分钟,睡眠开始12分钟后觉醒增加。 这些变化伴随着睡眠效率降低7%,同时也改变了受试者的睡眠结构。 潜睡眠的持续时间6.1分钟和相对比例1.7%随着咖啡因的摄入而增加。 深睡眠的持续时间11.4分钟和相关比例1.4%随着咖啡因摄入而减少。 而且这些影响会随着咖啡因的摄入量增加而持续减少。 具体来说,摄入高剂量咖啡因的时间越接近就寝时间,总睡眠时间减少的幅度就越大。 对于那些每日长期摄入固定剂量咖啡因的人群来说,研究发现无论摄入时间如何,咖啡因都会使总睡眠时间减少约1.2小时。 总的来说,咖啡因对感知的总睡眠时间、睡眠开始潜伏期、睡眠效率和睡眠质量都有不利影响。 2.老年人应避免过度睡眠。 日间小气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健康的习惯。 对于年轻人来说,可能是恢复精力的好机会。 对于老年人来说,日间小睡可能更加常见。 最新研究指出,与更短或更长的睡眠时间相比,睡眠6至9小时的老年人具有更好的认知功能3。 更低的精神和身体疾病发生率,以及更高的生活质量。 同时有研究观察到,老年人睡眠时间长大于等于9、10小时与发病率如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房颤动、总体健康状况不佳和死亡率有关。 3.过度睡眠可能是老年人需要进行医学、神经或精神评估的一个标志。 还有一项大型前瞻性研究探索不同的睡眠模式,即有无日间小睡的夜间睡眠时间和全因死亡率及心血管疾病的影响。 结果发现,夜间睡眠时间超过6小时的人,日间小睡时间与死亡率及相关疾病的发病风险增加有关,但夜间睡眠时间较短,小于6小时的人则没有。 因此,这可能也提示老年人群在保证正常6至9小时睡眠范围内可以遵循正常低限的睡眠时长,同时减少日间小睡的数量和时间,或许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健康获益。 3. 规律作息时间。 保持固定的作息时间对于中老年人的睡眠至关重要。 建议每天保持相同的起床时间和睡眠时间,不要在周末或节假日改变作息时间,以养成健康的生物中,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。 4. 保持良好的睡眠环境。 中老年人在睡眠时需要一个安静舒适,光线较暗的环境,同时确保床铺舒适,室温适宜,避免噪音干扰,可以帮助更好的入睡并保持睡眠质量。 5. 白天适量运动。 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中老年人提高睡眠质量,进行规律的有氧运动,有助于消耗体力,帮助我们放松身心,并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,但是要避免在睡前剧烈运动,以免影响入睡。 6. 晚饭不宜过饱或过鸡。 中老年人的饮食也会间接影响睡眠质量,晚餐不宜过饱或过鸡,避免对胃肠道进行刺激,这样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的情况,同时避免摄入过多的咖啡和糖分,以免影响睡眠。 7. 日常生活中可以适量摄入富含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,有助于维持身体健康,提高睡眠质量。 7. 建立放松睡前习惯。 中老年人在睡前建立放松的习惯可以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。 可以尝试进行放松呼吸练习,冥想,也可以在睡前一小时喝一杯温牛奶等,这样可以帮助放松身心,减轻压力,促进入睡。 8. 尽量避免在睡前使用电子设备,以免蓝光影响睡眠。 通过调整生活方式,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,中老年人可以更好地享受健康的睡眠,保持身心健康。 早上到底几点起床最健康?不是五点也不是八点。 在睡眠环境良好和睡眠时间充足的情况下,在早上六点到七点起床最佳,最佳的睡眠时长是七至八小时。 研究发现现最佳的睡觉时间是十点到十点五十九分,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标准来规律作息,以此来保证睡眠质量。 当然,起床和睡觉的时间并不是绝对的,我们还应该结合自己的情况和生活方式以及工作时间等等。 中老年人一定要保证睡眠质量,良好的睡眠有益于身心健康。 上面提到的人先生听说早起对身体健康,在没有保证睡眠时长的情况下,早上五点起床,导致起床后头晕眼帐以及睡眠不足等情况。 这种情况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,通过任先生这个事例提醒大家,我们可以根据最佳的起床和睡觉时间来规律作息,同时保证睡眠环境和睡眠时长,避免一些影响睡眠的外界因素,这样可以保证睡眠质量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,如果您对本期影片感兴趣的话,可以点个订阅支持一下。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健康养生科普知识,我们下期再见。